你好欢迎收看8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府在7月中旬推出了花莲购物节 早在花莲的特约商店消费满百即可参加抽奖 天天买周周抽奖品包括热门的家庭用品以及电子产品等大奖 活动为期12周共有超过120个中奖机会 而县长徐真卫亲自前往祝贺并颁发投奖 现场与商家热情互动带动买气 这次在花莲中区开出大奖的店家 为凤林镇中华市场的黄金来三号 是在地知名的好市多代购兼杂货店 传承了传统零售融合新世代青年代购模式的经营模式 而这次的投奖理性得主本身也是凤林的乡亲 当天才买家庭日常用品 消费了400多元就抽中了投奖 投奖二奖都在本中华市场开出 恭喜老板老板娘 是抽中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是 就是觉得总会是我太幸运了 真的 恭喜黄金来三号 那我们是买什么 买鸡蛋跟牛奶 好适多的鲜奶 这个小姐 鸡蛋牛奶 然后这里也有代购 对 我做好适多代购 那你们都是两代人一起做 对 就是既成传统然后又好适多代购 然后再团购这样子 花莲县长许正伟就特别前往凤林镇中华市场 资政恭喜红布条开出投奖的摊商 并亲手将奖品颁发给中奖的幸运儿 县长许正伟也走访摊商详细解说 花莲购物节活动相关细节 并感谢各摊商对花莲县府的活动一直以来都是情意相挺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